同學好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試求下列無窮等比級數的核 第一個四減三分之四加九分之四減掉二七分之四加上點點點 第二個十加十一加上十分之一二一加上後面的點點點 好 我們要求這兩題分別都是等比級數 那我們要求他的核呢 必須先判斷這個級數 到底是收斂級數還是發散級數 如果是收敛 我们就可以求出它的合 如果是发散 那就无法求合 好 看到第一题的部分 我们知道首项A等于4 它的公比呢 R等于第二项除以第一项 所以负的三分之四除以四 算出来可以得到公比等于负的三分之一 好 这样的公比符合公比的绝对值 它必须大于0小于1 这样的条件 这个极数就是收敛极数 那我们看到这个公比是负的三分之一 负的三分之一加上绝对值等于三分之一 介于0跟1之间 所以极数为收敛极数 我们就可以求合 故极数合等于 1减掉公比分支首项 所以1减掉负的三分之一 首项呢是4 好 这样算出来等于三分之四 4分之四 算出来等于三 第一题答案就是等于三 接着我们看第二题的部分 第二题首项A等于10 公比R等于第二项除以第一项 11除以10 10分之11 那这个公比呢 符合加上绝对值要大于等于1 好 它是符合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什么 这个条件是发散极数的一个条件 所以这样的极数为发散极数 故这个极数呢 无法求合 好 所以第二题的话 是无法求合 这样两题就可以解出来了 这条件就该是写的 好